首先,这个图就是我们所谓的热力图 有些什么红色、蓝色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多少感染大厦就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 颜色越蓝的话就代表越少感染大厦 蓝色越红,颜色越红的话就代表越多的感染大厦 所以你看到其实香港里面有多少地方 其实都有多少的国安大厦 近日,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及工程学系团队 推出首个由本地院校自主研发的防疫应用程序 旨在帮助香港市民了解附近的高风险区域 并适当选择出行路线及方式 带领研发该应用程序的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及工程学系教授 陈双信在接手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用户通过此程序可实时了解附近大楼的确诊数量及风险情况 这个确诊程式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有个所谓的热力图 让你可以知道香港哪些地方是有个案大厦的density 是怎样的 第二部分就是如果那个用户开启了它的GPS功能的话 它就可以随时随地在哪个地方 它都知道它周围的感染大厦是怎样的 记者通过体验发现 打开该程序的浏览地图便可对个案大厦的分布一目了然 当地图拉进到最小范围时 个案大厦会以蓝点表示 随着地图逐渐拉远 蓝点会逐渐汇合 当地图拉远至全港范围时 热力图会因汇合的个案密度增多 从而逐渐变成黄色 橙色以及红色 同时程序会显示用户附近100米内感染个案数目 及过去一小时的综合风险 陈创信表示 这些数据均由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所提供 而该程序的上架是团队曾遇到过的最大困难 谷歌、苹果、Apple 守这个集团得很紧 他们的结果程式是 他们不想用户发放一些错误的讯息 造成社会上的一些误会、误解甚至恐慌的 所以在过程中 我觉得最困难、最用的时间多的 就是跟Google和Apple解释 我们用程式的背景、数据的来源 以及得到政府后面的支持 才可以推动到这个程式 最后可以上架 除了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外 隐私保护也是当下智能手机用户的一大诉求 陈创信表示 该程序不需要用户注册登记 用户无需打开手机定位功能 便可查看实施热力图 此外 程序也不会保存任何用户个人信息及数据 用户其实可以不开GPS 就看到那个用户的热力图 譬如想实时 知道自己附近 过去几天 究竟他附近的过大下的情况是怎样 亦都想知道究竟他逗留的时间是怎样的话 那就可以开GPS 那他开GPS的时候 那会不会是有个人私问题呢 是绝对不会的 因为开了GPS 我们拿了个位置 那就掉了它 已经用完了 就掉了它 立刻掉的 还有用户是不需要登记 所以我们是不知道是谁 陈双信透露 未来团队将继续优化该程序的用户体验 并致力打造疫情资讯平台 用以实施更新政府疫情简报 以及市民的意见反馈 最大程度帮助香港市民了解防疫信息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忍